這個儲存歌 Sales的 比如說Sales的這個A4 但是這個裡面哪個值會變動呢 裡面呢 這個地方我們會變動的部分呢 是在 這個哪一個呢 這個這個列的部分會變動 可是藍的部分不會變動 所以撰寫的方式就直接給它Sales 刮弧 然後呢後面加上一個I 我們根據列 列會變嘛 列就是I 然後逗點的話 A藍不會變 所以呢 其實就有點像鎖定 你可以直接輸入的是E 或者輸入A 不過我後來教同學 就會直接打A 會比較好 辨識 有沒有你打個A 就是A藍 A I的話是根據什麼 4A4 A5 A6一直往下 然後呢 OK 那把它刮弧 再加一個後刮弧 加一個後刮弧 E加上Sales的I 兜點 然後呢後面怎麼樣呢 幾次方對不對 就直接 SHIP加上6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 B3 可是呢 B3的部分的話 它有一個固定 有一個地方固定就是三列 所以三列的部分固定的話 那我就打一個Sales 列 三列固定所以三一定固定 這個不是變數 後面的話呢 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J就好 加上一個J 那J的話呢 是從2 有沒有 第2 第2藍開始 所以剛好2嘛 2到21就沒有問題 那你這個J不能打一個B啦 因為 BCDEF 這個英文 他沒有辦法怎麼樣 他沒有辦法 這個 這個這個什麼呢 回圈他只 能針對什麼 針對的是 數字 不能針對英文 所以這個J 追的部分的話呢 是藍 直的藍 那列固定嘛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組合出這個 公式之後的話 那 這應該就完成了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的公式就 完成 那基本上 各位可以把這個跟上面比對一下 應該下面的寫法會比較簡單一些 寫而且比較容易理解 你以後自己撰寫程式的時候呢 就可以 直接很順暢的可以把它打出來 應該比較不會 可是上面部分的話就會有一點點問題 兩個之間呢 各位可以比對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把它停止 那我們再試試看 把這裡面的值 清除掉 接下來的話 逐步的來看一下 看看程式 F8 往下跑 那一樣輸入一個金額 金額之後的話呢 跑過來 然後 輸出 第一個沒問題 再來的話呢 B1 B1 有了 因為跑到這邊來 所以擋住了 以為沒有在動 基本上他是跑 往這個方向跑 所以這裡的話 一直往這個方向 有沒有 就輸出了 那 結果應該也是 正確的 OK 所以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就只要執行 繼續 那全部跑完 OK 好 那這部分我想各位試試看 剛剛的部分呢 就是把這一 多 把 原來是自串的 方式 改為是這個直接 指向你的 這個 儲存格的 位置 如果是固定的話 用Range 如果非固定的話 請你就用Sales 這兩個 我想如果你會這樣搭 搭配的話 很快的你就可以 輕易的撰寫一些 你想要撰寫的VBA程式 畫面的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然後等下再把這個畫面 拍照 給各位參考 一樣放在那個雲端白板裡面 有一個工訊處的那個 裡面